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4号在北京和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 今年是中波建交75周年 李强表示愿以此访为契机 同播放增加政治护信 加强互利合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 这也是杜达作为总统第二次访问中国 李强赞赏杜达总统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 推动中欧务实合作 在中波关系方面 李强表示 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 中波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两国的经贸额从2016年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初的 176亿美元左右增长到去年的420亿美元 中方愿同播放进一步弘扬传统友好 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互利合作 杜达也在会谈中提到 波中建交75年以来 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和友好交往 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 以及俄乌战事 都不会影响两国的经贸合作 希望以此法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同中国的合作 包括推动波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增进两国人文交流 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过去五年 中波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10% 2023年 中波的双边贸易达到了420亿美元 中国连续多年是波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而波兰则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两国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尽管近期中欧贸易摩擦有加剧之势 但杜达也在会谈中强调 这些外部因素不会影响两国经贸合作 以释放出排除干扰 加强对华合作的明确信号 凤凰卫视 小文后有韵 北京报道